本视频由木叶忍者学校赞助播出 木叶忍者学校培育火影的摇篮 火影忍者是一部经典的长篇动漫作品 动漫开播于2002年 起深远的影响深深的影响了几代人 今天开始我将带大家一起回顾这部经典的热血动漫 那么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开讲 故事的背景是在一个忍者世界 在这个世界也有着大大小小的许多国家 忍者和忍者村是一个国家军事力量的象征 国与国之间依靠着这股力量保持着外交 忍者村是忍者没聚集的地方 并不受国家的支配 在国家中也有着很高的地位 甚至可以说是和政府对等的 当然也有一些小的国家没有忍者村 在这些众多的国家当中 有五个实力比较强大的国家 分别是火之国、水之国、雷之国、风之国和水之国 他们的实力雄厚土地辽阔 被称为忍者五大国 五大国中的人者村又分别是 火之国的木叶忍者村 水之国的雾引忍者村 雷之国的云引忍者村 风之国的沙引忍者村 土之国的岩引忍者村 五大忍村的村长被称为影 分别为火影、水影、雷影、风影和土影 他们一起被称为无影 影是众多忍者中的最高等级 往下还有三个等级的人者 从高到低分别是上忍、中忍和下忍 当然下忍下边还有忍者学员 故事就发生在火之国的木叶村 话说在朗朗厄购 为受九尾妖湖袭击了木叶 当时木叶的村长四代火影 为了保护村子 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 把九尾妖湖封印在了 自己刚出生的儿子明人的体内 木叶村因此才得以恢复平静 转眼十几年过去了 明人也长大了 但是因为体内封印着妖湖 村子里的人都把他当怪物一样看待 对他十分冷漠 并且故意疏远他 受到冷落的明人 为了引起大家的注意 经常制造各种恶作剧 这不今天他又在 历代火影的雕像上搞起了涂鸦 对于明人的恶作剧行为 三代火影大人也表示很无奈 这里可能有人就要问了 之前牺牲的不是四代火影吗 那按理说 现在的火影不应该是第五代了吗 其实是因为 当时四代牺牲后 村子里没有找到火影的合适人选 再加上三代的身体素质也还不错 就又把他老人家给反聘了回来 俗话说涂鸦一时爽 一直涂鸦一直 搞完恶作剧的明人 被自己的班主任伊鲁卡给逮住了 只能乖乖的回去清洗自己的杰作 当然伊鲁卡也没有打算让他白干 答应他清洗完后 就请他去吃伊拉拉面 明人一听瞬间就来了精神 毕竟那可是他最爱吃的食物了 吃拉面的时候伊鲁卡喂明人 你的梦想是什么 明人说自己最大的梦想 就是能够成为火影 说完明人就想借伊鲁卡的护鹅带一带 伊鲁卡告诉他 护鹅是忍者的象征 不能随便给他带 等他忍者学校毕业了 就自然会有自己的护鹅了 转眼来到了学校毕业考试这一天 然而这次考试的题目 却是明人最不擅长的分身术 明人憋了半天 使出了吃奶的劲就变出这么个玩意 面对明人这样的成绩 伊鲁卡自然是没有给他通过 晚上伊鲁卡躺在床上思考人生时 突然房门被敲响 来的这个人叫水木 水木告诉他 因为明人偷走了记载着尽数的封印之书 现在三代火影正在紧急召集大家 让他们赶紧把明人找回来 伊鲁卡在村子里找了很久 终于在小树林找到了正在学习人数的明人 一番追问下伊鲁卡得知 是水木让明人偷的封印之书 说只要学会了上面的人数 他就能顺利从学校毕业 这一切其实是水木的阴谋 他想借明人之手得到封印之书 然后再除掉明人 正在这时 突然几发暗器飞来 伊鲁卡推开了明人 自己却没躲开 突如其来的变故 把明人给整蒙了 咋回事啊这是 咋自己人就打起来了 还没等明人琢磨过味儿来 水木又说出了明人的身份 说他就是杀死伊鲁卡的父母 并且破坏村子的九尾妖狐 说着就扔出一发巨型手里剑 打算要除掉明人 还在蒙逼状态的明人 完全忘记了躲闪 好在伊鲁卡 及时用肉身 帮他挡了下来 伊鲁卡对明人说 其实自己很理解明人的孤独 从小成了孤儿的他 也和明人一样没有人认可 只能依靠搞怪 吸引别人的注意 说着就一把鼻涕 一把泪的哭了起来 而一旁的水木 又开始了调拨礼剑 不知道该信谁的明人 索性选择了逃走 最后伊鲁卡追上明人 让他把卷轴交给自己 明人却二话不说 直接对他来了一招顶你个肺 倒在地上的伊鲁卡 变成了水木 他吃惊的为明人 是怎么发现自己不是伊鲁卡的 明人笑着说 因为我才是伊鲁卡 原来这个明人是伊鲁卡变的 而此时的明人 就躲在不远处的树后面 而后伊鲁卡的一番话 彻底把处在黑化边缘的明人 给拽了回来 就在水木要对伊鲁卡 通下杀手时 明人跳出来 对着水木就是一绝 接着又施展了 刚学会的多重影分身 变出了大量的分身 这场面惊呆了伊鲁卡 同时也吓得水木 瑟瑟发抖 瘫倒在地 一番拳打脚踢之后 水木被彻底收拾了 随后伊鲁卡 把自己的户额给明人带上 并说道 恭喜你毕业了 听到此话的明人 那是开心极了 成功毕业后的明人 去三代火影那里 递交忍者登记书 看着明人递交的 登记书上的照片 三代火影只对他说了两个字 重拍 明人用出了自己的 拿手忍树色诱术 企图蒙会过关 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三代 看到这画面 依旧是鼻血盆拥 差点没缓过来 刚擦完鼻血 没完又冲进来一个小屁孩 嚷嚷着要和三代火影 一决胜负 还没跑两步 就栽了个狗吃屎 这个小孩叫木叶丸 是三代火影的孙子 随后赶来的 还有他的私人家教 会比兽老师 木叶丸认为 自己摔倒一定是明人倒的鬼 让自己皇长孙的身份 对明人疯狂挑衅 然而明人也是个熊孩子 惊呆了旁边的会比兽 会比兽告诉木叶丸 一定不能和明人扯上关系 然而话还没说两句 木叶丸就已经不见了 木叶丸利用自己高超的伪装术 尾随明人 被明人当场揭穿 随后他直言要当明人的小弟 还让明人教他色诱术 明人起初是拒绝的 但奈何木叶丸一生生的老大 叫得他太舒服了 也就勉为其难的答应了 明人先在街上随便指了个女的 让木叶丸变身试试 结果变出来的不太理想 被当事人暴揍一顿 又溜进书店偷看某种杂志 被老板发现后又被打 随后又变成女孩子 溜进澡堂偷窥 再次被打 虽然明人一直被打 但也算为练习色诱术 做好了准备 就让木叶丸在书里里 开始了练习 也不知道练了多久 两人累了就坐下来休息 闲聊中明人得知 木叶丸一直活在 火影孙子的名号下 其实他自己很希望 获得别人的认可 也梦想能够成为火影 这时慧比兽终于找到了他们 非要带木叶丸回去 木叶丸用刚学会的色诱术 对付他 却以失败告终 慧比兽拽着木叶丸 就要把他拖走 一边的明人看不下去了 先是施展了多重影分身 然后又结合自己的色诱术 创造出了后宫术 这下慧比兽受不了了 直接鼻血冲天 昏倒在地 在办公室看直播的三代火影 看到这样的画面 也是老脸一红 随后明人告诉木叶丸 想要获得大家的认可 当上火影 没有任何捷径可以走 同时也和木叶丸约定 总有一天会赌上火影的称号 和他一决胜负的 第二天是任着学校 毕业分班的日子 在学校 明人见到了他的女神小英 然而小英却看都不看他一眼 他的眼里只有高冷男神 与直播佐助 面对这个深受女孩欢迎的佐助 明人仿佛吃了100个柠檬般 酸得不行 跳上桌子就和他对峙了起来 这时前面的小哥开始了神助攻 一不小心碰到了桌子上的明人 然后就有了下面这个明场面 男神的初尾就这么被夺走了 但场的女生们都要疯了 明人也免不了挨了一顿暴揍 随后一路卡开始给大家分班 忍者都是三人一队的形式 有一个上人带领三个下人 明人佐助何小英 被飞到了第七版 但对老师是白发上人 其母卡卡西 一番自我介绍后 卡卡西告诉他们 明天还会有一场生存演习 通不过演习的人 都会被送回学校重新学习 这一消息 对他们三人来说 简直就是晴天霹雳 卡卡西还告诉他们 明天最好不要吃早饭 说这是为了他们好 第二天一大早 大家就来到约定地点会合 结果等了好几个小时 卡卡西才出现 卡卡西给大家讲出了演习的规则 十二点之前 能把铃铛从他身上抢走 即可通过 没抢走铃铛的人 就没有午饭吃 还要被绑在木桩上 看别人家饭 三人一听心里一惊 难怪这个坏心眼的卡卡西 不让吃早饭 随后卡卡西又说 因为只有两个铃铛 所以至少会有一个人 被绑在木桩上 并且会失去当人者的资格 被送回学校去 伴随着卡卡西的一声开始 三人消失在了视野里 所住和小鹰全都隐藏了起来 准备找时机进攻 而名人就不一样 大喊大叫着朝卡卡西冲了过去 要和他正面硬刚 看着冲过来的名人 卡卡西心想 这孩子怕不是脑子有问题吧 然后不慌不忙 把手伸进了胯包里 看到这一举动的名人停了下来 他以为卡卡西要掏出什么武器 然而这卡卡西却掏出本子看了起来 还表示自己完全可以 一边看书一边对付名人 卡卡西轻视的举动 气得名人嗷嗷叫 冲上去就要揍他个落花流水 只见卡卡西轻松躲开了名人的攻势 随后顺身到他的背后 并且手上已经接好了虎之印 躲在暗处的佐助 以为卡卡西要用火盾 小鹰则冲着名人大喊 让他快跑 要不然小命就要没了 然而已经为时已晚 卡卡西对着名人 使用了所谓的木叶秘术 提出奥义千年杀 名人直接被他捅进了河里 片刻之后 河里跳出了几个名人的分身 朝着卡卡西就冲了过去 同时一个分身也偷偷溜到了 卡卡西的身后 死死地抱住了他 随后其他分身也蜂拥而上 卡卡西就这样被溃在了原地 躲在暗处的小鹰和佐助心里一喜 这名人平时吊儿郎当 动气真格的来也挺能干的嘛 只见名人高高跳起 对着卡卡西一拳打了下去 却赫然发现 这一拳竟然打在了自己的身上 名人他懵逼了 他认为一定是卡卡西 用变身术变成了自己的模样 然后就上演了一场我打我自己 打了半天只好解除了忍术 发现根本没有什么卡卡西 就只有他自己 一旁边缘OB的柱子 开始了实况解说 这一招其实是替身术 是利用其他物体 和自己的身体迅速互换 刚才卡卡西 其实是故意让名人抓住他 然后把名人的一个分身 和自己互换了 正在名人为此失落时 意外发现了一旁 掉在地上的铃铛 他以为是卡卡西 不小心掉在这里的 开开心心的就走过去捡 却被突然出现的绳子双柱给掉了起来 随后卡卡西走过来 捡起了地上的铃铛 并且疯狂嘲讽名人 这么简单的陷阱居然也能中招 名人再一次被气的嗷嗷叫 在卡卡西和名人说叫时 挂机半天的柱子 终于抓住了时机 掏出手里剑 就朝卡卡西扔了过去 只见这几发手里剑全部命中 卡卡西的身体 就这样被击飞了出去 那么时间有限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啊 后续精彩内容 我们下期再讲 喜欢视频的小伙伴不妨点点关注 并且来个三连支持一波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